漁船漸漸靠岸 海巡人員已经准备好救援 因为船上有一名钓客 在海上漂流一天一夜 才被漁船救起 在海上漂流29个小时 竟然平安无事 让大伙都吓了一大跳 原来这名50岁的钓客 落海当时身上有穿水母衣 又有轮胎内胎所制成的游泳圈 才能让它毫发无伤 实在很幸运 虹腱子 你这样 你这样 稍微的脱水 然后所以我们有提供的热食 也让它保暖 上天有保佑 要不然的话 它这个要救到 它真的还是蛮难的 竟然50岁的灵性钓客 是海龙蛙兵退役 非常会游泳 就在9号下午2点 它在云林南门海域 使用自制扶具下水抓鱼 不料潮流太快 来不及划回岸边 被潮流带出外海 10号下午6点40分 在科寮外海被渔船发现救起 在海上漂流一天一夜 男子一路从云林南门海域 漂到台南科寮外海 整整超过75公里 还好男子是海龙蛙兵退役 受过专业训练 加上深岸水性 妈妈大海 他想着家人 靠着意志力支撑 才能顺利获救 若是换作他人 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记得了观众台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